自由营业的第二天,小叶子到港上班了,谁在外面讲话,还挺大声的。 我知道,我知道,是我们六号别墅的保安哥哥,就是那个经常跟游客说,拍一两张就行了,没必要拍那么多,这里只有和叶子一个动作的那个保安哥哥。 鉴于叶子你只有四岁,应该喊他保安叔叔才对。 是他让我喊他哥哥的,他说这样显年轻。 在来回溜达了几圈之后,叶子似乎感到一丝无聊,此时,睡觉是一种有用的逃避方式。 小叶,我睡了多久? 报告叶密,您浅眠了大概二十分钟。 我就说嘛,应该吃了饭再睡的。 于是叶子对着镜头咔兹咔兹,干起了损损。 嗯,辣妹。 然而,外面的响动声总是一次又一次让小叶子分神。 你们是不是在打我小报告,让我去看看? 确定没再说它,又乖乖坐回来继续把刚刚没吃完的笋给续上。 屁股还没坐热呢,又跑出去看了。 这一上午就看着叶子进进出出。 不愧是叶密,为自个儿家的琐碎杂事真是操碎了心。 下午,依然是我们叶密之班,今天上全班啊。 上全班,可要给我发双分的窝窝头和狗狗哟。 虽然和上午一样,叶子频繁地进进出出,但情绪并不急躁,而是相对稳定平和。 有依依说,只需看叶子的状态就知道花花在不在外面。 只要花花在外面,叶子就表现得比较安定。 下班前,叶子趴在姐姐曾经趴过的地方休息。 依依们,你给今天的叶子打几分?